各行各业 谁没有压力呢 想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逆袭成功 我们带您看看两个艺人不同的经营手法 一个是当红的小S 其实他对于经营管理是完全不懂 所以他在北京开的这家甜品店 全靠专业团队来运筹帷幄 那么另外一个是美妆达人Kevin 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登陆自创了保养品牌 研发行销他一手包办 那么当然这两位是比一般人 多了一些名气光环 但是毕竟隔行如隔山 在创业这条路上没有容易的事 从明星转进商场 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位的经验 就举手 不要插队 这边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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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前唱会 更不是大特卖 尽管等上好几个钟头 也坚持要来场舌尖上的甜蜜体验 刚刚也拍了叫我感觉很炫 早上的微博让人看了有这个吧 然后就过来看一下 在北京卖甜点的店家不少 但开张一个多月 就有这么超级的魅力 因为他的背后有个S级的老板 你也知道明星也不知道能红多久 所以现在赶快帮自己不红之后的生活 好好打算一下 小S头一回登陆开餐厅 果然声势惊人 只是隔行如隔山 光靠知名度招揽顾客可不行 摇一摇 抖一抖 再来沾 翻面看看 不会啦 找来世界甜品冠军 台湾主厨坐镇指挥 轻薄软嫩的饼皮 包裹住香甜浓郁的卡士达酱 搭配醇厚略带苦涩的熔岩巧克力 华丽精致的法式可丽饼 正是店里攻城掠地的秘密武器 北京人的口味很重 如果说用的趴数比较低的巧克力 他会觉得没什么味道 产品要做出市场区隔 经营也得资助比较 百万人民币装潢 将新古典宫廷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施工上的小细节 都看得到属于台湾人的龟毛 跟这个部分跟这个 我每一个都会去量它 每大道就拆掉就重做 你退了一步 他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会退的人 那你就会继续 必须被他逼着往后退 至于设在百货商场里的店面 还很有心机 可以挑个有独立出入口的位置 可以延长营业时间增加评效 商场要是一关闭的话 这外面的一个独立出入口 还可以让这个餐厅 这个Bar的感觉 Girls Bar的感觉 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乐观的预估的话 大概会有七轮到八轮 明星开店多半无暇上阵 征抓实干 出钱投资 委托专业团队打理 是最常见的模式 比起小S等着在台北算钱 另一个人恰好相反 势必恭亲 分享推荐 请亲切生动 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老实架子 一听Kevin首度跨海自创保养品 还有死忠粉丝不远千里而来 他推荐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怀疑 我会非常喜欢 就是简而易懂 能明白他的说什么 相较其他品牌 动辄砸下重金 办盛大的新品发布会 Kevin这场显得小巧许多 宁可花时间 和知名部落客博感情 因为网络销售 靠的就是口碑 面对面的沟通 我觉得那一种感染力 比起他们在网络上面看到我说 那种直接的渲染 是更重要的 二 一 开始 大家好 我是Kevin 我知道很多女人 情销宣传一手包 自己就是产品的最佳代言人 靠上节目起家 当然很懂得镜头语言 怎么说话 怎么拍 全都了落之掌 我们可以看到数据46.6 看得到吗 你怎么单拍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拍一次 但问题是你一定要先再拍 不能单拍 因为数字念出来的 你一定要一样 走在七年前 Kevin就在台湾有自己的彩妆品牌 也交出一年营收上亿台币的亮眼成绩 这回投入保养品市场 却直接前进大路 理由很简单 下面来讲 好了 在台湾你可能 大概就3000只起跳 假设3000 5000起跳 可是在这里可能是三万五万起跳 十倍 对 消费者知道这个是干嘛吗 处女座的她追求完美 从这一览无遗 光是研发花了五年时间 中间还换了八家代工厂 改了上百次配方 甚至产品都要上市的最后一刻 还在挑剔包装颜色 我非常要求一定要做到标准色 差一点点都不行 中国人以往就是会被叫做差不多先生 所以我绝对不做差不多先生 我要做的就是差一点都不行的先生 小S也好 Kevin也罢 越来越多的明星名人向商业进军 开拓新财路 将无形的失分价值转嫁到有形商品 但他们都很清楚 人气光环绝不是创业的万灵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相信你看到了 在严峻的就业环境之下 不管是自己创业或是当伙计 有想法 有目标 有技巧 都很重要 挑战时尚最难的就业剂 调整好心态和方法 才能够创造自己的一片天 今天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